GT Sport 由於昨天見到街 大家都想知道有什麼泰盤好用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套 First Master TGT 就是GT Sport 的專用泰盤 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讓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套TGT有什麼特別 這套TGT首先是一個PS4和PC都可以用的泰盤 它跟平時的泰盤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它用了全新的無拆馬達 在散熱方面做得比一般泰盤好 平時的遊戲泰盤玩一玩 有時玩得太久就會過熱而用不到 這款泰盤用的無拆馬達就可以令它散熱散得更加好 你長時間打機都沒有問題 這個泰盤有兩個模式可以調整的 分別是R和GT 這個名為TGT的泰盤 這個GT當然是GT Sport用的 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當你調整這個模式的時候 這個泰盤可以提供兩倍的force feedback 你開車的時候就會更加真實 但要記住 現在只有GT Sport是可以用到的 其他遊戲是用不到的 說明是GT專用泰盤 在遊戲裡面當然有它的專用setting 你知道在遊戲設定選項那裡選擇控制器 你按下去就會見到一模一樣的泰盤 玩家自己可以在這裡調整它的操作 而且這個TGT泰盤 還將整個PS4手掣放上去 大家都可以見到你要的冬菇 L2、R2都在上面 大家就可以自然不鬆開手都可以 一路開車一路調設定 是不是很方便 那泰盤上面這四顆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這四顆分別是旋轉切換器 大家可以在賽車的時候 就自己調整一些可以在右邊的牌介面 例如我想在賽道 我一直按在雷達就按按按按按按 而且你有些TCS煞車平衡 你都可以扭回去來控制 這些就因者而教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買波棍的Pay 你都可以用這支泰盤 來按左右兩邊後面那兩塊面板 來上波下波的 這支泰盤最多支援720度到1080度的扭角 我們來扭一次 腳踏就是用T3PGT3腳踏 玩家就因者的需要 去調整它來的斜角 或者一塊搭板的間距 就十分之方便 只需要六角時就可以調整 還說那麼多 你都買一套Flust Master TGT回去開車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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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